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时日焦点 我是全焦点 韩半岛局势再次变得紧张 北韩当局单方面宣布 切断与韩国所有官方通讯连线 包括一条让双方领导人 直接对话的一个电话热线 南北韩领导人2018年会谈之后 就是双方同意设立联络的机制 并每天早上和下午隔一次联络对方 北方的一个立场 超中社的报道来讲的话 这个做法只从周二 就是6月9号请停止 并且以敌人形容韩国 双方军队的联络机制 也会同时停止的 受到新型肺炎的一种情况之下 就是双方1月同意战事关闭 双方联络办公室 但是当时的仍然维持 透过电话联络的机制 今天的社交店节目 就是围绕着北韩宣布 关闭南北共同联络事务所 与南北韩关系的展望 进行讨论和分析 今天特别邀请的是 韩半岛新闻平台的 两千号代表 另外一位是只有亚洲广播电台的 首尔特派记者 刘群恒记者给我们点评 两位好 首先两记者 就是说先介绍一下 最新北韩以金鱼症的名义 发表谈话的内容 在这之前要先谈 对北传单的发送 这个会让金鱼症很生气的原因 是5月31号 几个脱北者所组成的组织 在金鸡道的金浦市开始去散发传单 用那么大的气球 然后里面装的传单 金浦还有那个伯州 对 然后摘着这个传单还有什么记忆卡 还有美金 等等的散播到 希望透过气球的方式 空票到北韩 那这是5月31号发生的事情 那之后呢 金雨震看到了 他就发表了这个在6月4号发表了谈话文 那这个谈话文的措辞其实相当的强硬 很激烈 他里面提到说这个连做人都不配的这群垃圾 这指这些脱北者们 说这些人随随便便便就要招惹我们的最高尊严 然后呢 要放肆的逞凶斗狠 然后呢 比起这些造下这些恶劣行径的匪徒 我更厌恶这些 更厌恶这些南韩这些装作不知道 或者是善惑收拾的家伙 这指就是那个南韩政府 那金雨震还表示说 禁止在这个军事分界线这个边境地带散发传单这些敌对作为 这个事情是板门电薰影和这个军事协议书当中所立下的条款 南韩政府南韩当局不可能会不知道 那要阻止这些垃圾的疯狂把戏 起码得从立法做起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金雨震对于这个 在南韩和北韩的边境散播传单的这个行为 感到非常的愤怒 那这措辞相当的 其实我每次看到这种 最近这种金雨震的韩国和北韩谈话 我都觉得很像那个早上韩国的那个陈建林旭剧 用的那个那个词语很非常的具有煽动性 那这个谈话发表之后呢 这个北韩就开始也有一连串的措施了 就宣布说 那当那个谈话里面有谈到说 如果南韩没有办法好好处理的话 我就要开始从之前废除金刚川光光 然后接着也要考虑说 开着公元区要不要完全的撤署 那接下来南北共同联络的这个事务所 是不是也要关闭 那南北韩的军事协议是否也该撕毁 这些事情呢 如果南韩都没有办法好好的放在信上 给予相应的措施的话 我接下来就会采取行动 这是不是那个他的党内的地位有变化呢 我认为是啊 因为你很少看到说围绕着金与正的发言 然后北韩的媒体在这两三天大幅的在操作有关这个发言 包括你如果观察像这个劳动新闻或者是北韩中央电视台的这个报道 劳动新闻连续两天都大概两到三个把面大做这个金与正的谈话文 然后加上又同时张贴这个各界市民对于金与正的谈话文的回响的文章 然后包括这个北韩中央电视台这个晚上的这个新闻报道 都花了大概20分钟的时间在报道这个大会 就是那个平壤的市民在在举行这个反对反对南韩这个大示威示威游行 所以你看到围绕着金与正的谈话文开始在做这个大的操作 其实可以发现说金与正在党内的影响力变得非常的大了 其实啊只从那个4月27号就是18年的情况啊 把门队宣言之后那个托杯者在北韩境内托放那个船单 已经20多次了为什么在这个时刻北韩感到这么敏感 或者是这么激烈的反应呢 对你说的我们已经发送过20多次传单 但是今年那是民间团体发送的 当然是都知道这是托杯者发送的 但是今年的情况比较不一样 因为有两位从托杯者 其实一位是托杯者另一位是赤城浩 另一位是戴隆浩 戴隆浩虽然他是一个托杯者 他同时也是一个以前朝鲜驻英国的一个公使 然后他也当选为韩国的国会议员 第二世界国会议员 所以是这两个国会议员的当选呢 应该是起到一个非常大的作用 另外我们可以回顾到2018年4月27号的时候 两位领导人在板门店会晤 当时有一个约定 就是说当时有一个大喇叭 就是对朝鲜方面 我们播放一些很毁谤朝鲜的内容 另外一个就是也是朝方所提出的 对于传单要停止 韩国总统文在寅当时 答应有承诺会停止这方面的活动 同时也是这样的行为 是民间团体的行为 所以政府部门不能组织这方面的活动 他也提交过这方面 当然这是假如是说是民间活动 我们韩国政府是不能是有效 从可以用武力可以这样停止它 但是它是在军事非军事区域的 民主线就是在一个非军事区域进行的 所以是按道理来说 政府军队可以有能力阻止这些行动 比如说就像大喇叭一样 这既然是政府的承诺 韩国方面有义务兑现当时总统的承诺 在这里要调整一下一些内容 就是说有一个不是在军事分界线 在边界附近进行的 韩国国内的法令怎么样 执政党跟在业党好像是相互比较不同的声音 对 同一部首先就是发表一个声明 比如说党会起诉脱北者 希望通过法律诉讼的一个程序 阻止这些脱北者的活动 就是发送的气球 发送传单的一个活动 另外就是在野党就表示说 假如是禁语政有要求 我们就可以韩国政府照单接受 然后采取行动 等于说在一个层次上 我们是受命于朝鲜的一个朝鲜政府的活动 我们政府的指示采取活动 这好像是看起来是对国家的主权 对 主权方面的一些内容 那杨记者 7号金正恩主持进行了党中央委员会 第7节第13次政治局会议 这个会议的内容和特点是什么样的呢 主要还是聚焦在民生经济的发展上面 而且重点在于化工业的发展 金正恩有多次提到说 我们要加强提升化工发展的基础 里面有提到说除了要强化化工发展之外 也要保障一般平壮市民的基础的生活 希望可以无余 然后也要修改现行的这个党规党章 还有要改善这个组织文化 让工作可以进行的更有效率 那金正恩有提到说这个化学工业是一切工业的基础 也是影响民生经济重要的因素 那他也嘱咐也提醒要求说这个希望以这个国产的原料为基础 要求要构筑多方面的这个生产体系 然后强化国家科学的研究力量和培育人才 那运用北韩这个丰富的煤矿资源来开展下这个天然气或者是肥料的相关的工业 我还记得上次我们节目当中有提到说金正恩那时候 这不是隐藏了好几天没有公开露面吗 后来他公开露面选择在那个零肥料工厂 对不对 那这一次他提到又提到这个化工工业的发展 希望能够让这个发展越来越好 那这一次他有提到说要开展持续的开展肥料工业 所以这个问题还是他还是希望说这个经济发展能够慢慢的步上轨道 其实这次发表的那个知己知诸的那个经济的一种体现当中 他特别常调的是花费的一个事情 花费跟那个农业生产直接有关系 等于说现在的那个北韩的粮食问题还是有的 那刘记者那个据那个朝鲜中央通讯社的一个报道来讲的话 8号召开的那个对南事业部门的那个事业总和上 宣布了那个对南工作改为对抵工作 一般来中文讲的话抵对关系吧 对抵的那个话题 您是怎么研判这件事情呢 我现在看到这个新闻呢 它是8号在对南事业部 对南事业部里面他有一个是中央政治委副委员长 副委员长金英哲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金宇正 金宇正呢 他是一个第一副部长 第一副部长的名号排在副委员长的前面 对好奇怪 这是在排序上面就提升了这些金宇正的 而且原本的话就是说金宇正指示的情况之下 对对对 所以是这也很明显的提升了金宇正的地位 就是在以前的金正日当时呢 有金正基和金正日他呢 兄妹党啊 现在就重新来一个第二批的兄妹党的一个合作 在这种合作关系呢 是对于你问的是抵对的这个名词 对南工作和抵对工作 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名词的问题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重要 反而我让我关注的就是说 金宇正的地位呢 提升了很多 提升了很多 好像是让人有一种感觉 是两人在金正恩呢 唱白脸 然后呢金宇正呢 唱黑脸 这有一些不好的呢 就是分担这个对南事业的 另外一点就是说 姐妹党呢是兄妹党呢 应该是有一种就是非常可信的 这个信赖程度 但相对来说 这是一个独裁的走向 方向 方向问题上应该是对朝鲜 可以巩固他们的团结力量 但是相对来说 但是呢 就是说南北韩关系上 没有特别的一种改善的话 是不是那个金宇正 同时那个金正恩 两个人都要承担负担了 对应该是 压力要更大吗 压力更大 但是说 假如是兄妹党的话呢 应该是比较合作无间 应该是更有利一些 还是摆脱血统之间的关系 那值得一提的是金玉珍 和那个经营者的指示下这一段话 那这位那个经营者的关系上 是不是那个北韩对南工作的问题上 是不是有了新的变化呢 我觉得还真的还是 像我们今天谈到主着 就是金玉珍的影响力 和权位变得越来越大了 包括陈老师刚刚讲的金玉珍与金一则指示下这句话 金玉珍放在前面 有点像他的谈话门 谈话门在光媒上 大肆的被操作而且被广泛的讨论 那所以金玉珍现在呢 他可以发号施令了 你还记得如果以前在看相关的报导的影片 你都会发现他一直在这个金正恩的旁边 在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 端着烟灰缸或者是拿着那个签名的那个签名的那个书城 给金正恩签了 那现在他已经大到可以发号施令 成为辅佐金正恩的第二号人物了 这个其实让我想到 其实我不晓得 全主老师有记不记得1970年代 如果观察当时的劳动新闻的话 可以发现那个党中央这个词 那时候大家都很不解 在分析的人都很不解 这个党中央到底是谁突然出现这个词 党中央认为党中央觉得怎么样怎么样 后来发现说证实这个党中央是当时还没有露面的金正恩 到后来金正恩在80年代就开始正式的在付出台面 在萤幕上开始亮相了 那现在我想这个金正恩他也希望让他妹妹赶快的出来 有一个接班的或者是跟他一起工作 可以让他顺利的去辅佐他做一切他想推动的事情 那主轴还是放在这个对男事业上面 因为像这个金与正在之前这个南北高峰会谈 他也露面了很多次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那我觉得我想比较的是在 刚刚我谈到这个金与正的谈话文挫子很强硬 三月的时候他也发表一次 当时这个清瓦台对于北韩实施那个火力战斗训练 他表达遗憾的态度 结果金与正隔天跳出来发表了文章说 这个对于清瓦台这个低能的思考方式感到非常的惊讶 我们实施这些火力训练 不是为了其他人而是出于要自保要自卫 这个盘化文一出来 当时大家也吓得哇怎么措辞这么强硬 结果隔了一天之后 金正又突然又递交了这个亲笔信给南韩 慰问说那个南韩的疫情发展 希望南韩一切都安好 所以可以看到说真的也好像有 在一搭一唱一个在半黑一点 一个在半白脸的这种情况出现 那刘记者 北韩方面宣布切断与韩国的通行热线 这件事情的情况的大概的内容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表面上知道的就是南北韩之间有一个热线电话 就是清瓦台跟劳动党中央部 他应该有一个热线电话 另外南北韩之间还有个试验的各种试验的热线电话 另外还有一个是联络办事处那边有一个热线电话 还有一个军方的热线电话 然后这四个热线电话 9号中午12点之后已经切断了 但是除了这之外 我们知道韩国的情报院 国庆院跟朝鲜的祖国的科兵统一委员会之间 也有一个热线电话 至于这个热线电话是不是切断了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我相信朝鲜既然他已经列出了一些 他要采取下面以后的措施 等于说是提出一些要求 等于说你把这个脱北者的传单希望你停止 所以是我想热线电话不会全面停止 只是表面上已经停止 除了那个之外 联合国维和部队的那条线也有 除了那之外应该是还可以通过北京 还有通过其他的管道 应该有一些我们还是不为外人所知的一些管道 所以是我不相信 就是表面四个管道已经切断了以后 就是等于说全面变临 我想不可能 是其实就是说准确的讲的话不是切断了 他们不接 对 他们想接的时候就接 就不想接的时候 我们可以回顾过去很多年都是热线电话一直存在 然后不接 只是不接是朝方不接 永远是断线的事 朝方先开始断线 是关键的问题是假如说就是有发生海上 或者是在那个边界附近发生有意外事情的时候 就没法沟通有这样的那个危险性 那杨记者 那个北韩宣布切断于那个韩国的通信热线的主要目的 你认为是什么 其实解释相当的多 我觉得可能要回到说 好像要希望南韩政府可以做些什么事情 因为现在那个任何的交流 在这个热线被切断之前 其实因为这个新冠肺炎的关系 其实包括美国对北韩 还有南韩对北韩的那个交流 其实都非常的 都已经停滞了很久了 已经没有什么进展了 那北韩可能会希望 藉由这种威胁的手段 然后来 一来是引起大家注意 二来也是希望说 看看南韩能不能够做些什么事情 那另外一个是 现在经济发展已经很困难 因为这个新冠肺炎的关系 所以那个因为边界封锁 那个物流网来受到影响 所以北韩的经济也受到一定的打击 那透过这个手段也可以 移转注意力 让这个民信可以巩固和团结 其实只从那个18年4月27号开始 到现在为止 所有的那个美国和北韩的 还有南北韩之间的关系上 韩国方面就是半年比较重要的角色 但是这种半年重要的角色当中实际性的意义的一种成果是没有的 但是韩国政府一直强调说我们有能力解决这方面的东西 也许北韩对韩国的一种失望 或者是把那个改善一个局面的主动性来讲的话 一直处在那个韩国方面 不在那个北韩方面也有这样的关系 那你觉得韩国政府主要立场是什么呢 清华台在最初他有发表声明说 我们对这个遵循427版门店宣言 还有919南北军事协议的立场是没有改变的 那这个我们与北韩沟通的这些管道 都是协调联络的最基本的途径 那根据我们之前所双方之前达成的协定 双方都应该要维系这些管道 那可是到目前为止北韩就没有任何的答复了 让南韩也非常的苦恼 这个切断之后像刚刚前老师有提到 万一以后发生了在边境或者是海域上面发生冲突 或者是挑衅行为的话该怎么办才好 目前南韩面对北韩这样子单方面的切断和终止这个联系 也没有其他可以施展的筹码 这也是让外界批评的地方好像变成说 南韩政府一听到北韩做什么事情就又慌了 但是也没有办法就这样子被北韩牵着走 其实南北韩的边境附近偷送传单 这民进行为 同一部或者是政府部门出面来控制这个东西的话 会不会违反了那个宪法的基本内容呢 没有 我觉得就不会的 因为是我们在1958年的时候金门炮战当时 中国和台湾之间也有一些这些飘送东西的 就是日常用品大米这些东西 我们从台湾金门那边送到大陆 大陆那边送到台湾来都有 但是我们没有像脱背者这种行为 就是里面有U盘 就是U盘还有一些批判 就是有一些就是 传单或者大米什么都 毁灭领导人的一些不正确的传闻 脱背者当然他们说 传单不是具有这样的内容吗 没有 但是你可以就是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现在你要到韩国你是从朝鲜搬到 就是脱北到韩国来居住 那你要在韩国居住的话 你应该维护韩国的一个正常的生活 就是我们现在与朝鲜虽然是一个抵对的关系 但是我们要需要化解这种抵对 我们要一种和平的方式与朝鲜对话 在这种大氛围的情况下 你批评抹黑朝鲜的领导人 这是不对的 你要传单你可以发 你美元你可以放 你可以大米你可以放 但是你不一定要放这些批评 抹黑朝鲜领导人的这些内容 所以是在这方面 政府既然有答应 你应该做出确切的措施 我个人觉得宣传单 就是本身带有这样的内容 就是你刚才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金门的事情 金门的事情也是一样 关键的是现在的那种行为 是不是违反了宪法里面的 基本的一个权利的内容 或者是政府现在起诉民间团体 它有没有法律的争当性 或者是 你说的是一个自由 我们现在来说是 它去发传单的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政府 还有地方的老百姓 都群起反对的 那你是说是 其他地方托放的话没问题吗 对呀 你可以坐船到北韩那边去放 好 刘记者声称切端通信热线 是第一步的行动 这是北韩说的 那他们会采取第二步是有哪一线呢 你是怎么看呢 他们现在已经列出了 就是刚才杨记者已经说过的 就是要关金刚山旅游的一些设施 开成工业园区的撤回等等 这些内容我想 也许他们会做 也许不会做 但是我想他们既然能把这些东西 能列出来 就是表示说 我们仍然希望有一个对话的机制 我们这边应该需要 我们中国话也就是说 光角度不怕穿写的 既然是这样的话 应该安抚朝鲜 我们需要一个和平的对话机制 然后我们需要一个热线电话 为了防范万一 所以在这方面 我们应该是对手感 应该是一方面对于脱北者 我们应该小子大义 然后另外的朝鲜 你派遣特使也好 应该是促成对话也好 应该是有一种新的对话机制 那杨记者 看来谈一下南北关系越来越紧张 比如说海外媒体是怎么报道的 我们挑了两家媒体 地下是比较有名的 华盛顿邮报 分析说北韩在于 这个应该是北韩在于美国 因为这段时间在核武协商的过程当中 现在碰到了这些已经中断 因为那个一直没有办法达成 很进一步的共识 再加上这个南北韩之间 这个经济合作计划 也没有办法重启对这个表达愤怒 然后也要透过本次的这个中断的措施 要来利用南韩政府 要利用这个文在寅总统 因为他向来主张说要跟北韩和解 和展开对话和交流 他想要借这个机会来利用文在寅政府来改善 对于这个北韩来改善说看这个交流机制 能不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 那另外一个是CNN CNN讲说北韩想要强化敌对的关系 这可以视为这数个月来 他们为了要重启这个南北的会谈 但是又陷入胶着状态下的一个政治的战略 他们想要利用要来营造危机 然后利用这个对北传单的问题来操作 其实那个919南北韩军事协议之后 好像是违反的情况来讲的话 北方方面比较主动 上一次不是也发那个开枪了吗 在那个哨头开枪 我就觉得这个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南韩政府在对于北韩沟通的时候 他好像没有遵循一个原则是 当北韩在指责南韩政府说 你这个散发传单违反了我们之前的军事协议 但是南韩政府我没有看到他 也基于同样的原则去反驳北韩 比如说像刚刚全老师讲到 我们上个月也谈到那个北韩在哨所发射的行为 这一样违反了那个协议 可是我没有看到文在寅总统 或者是南韩的当局对这个东西 强烈的谴责北韩 或要求北韩遵循 这是因为保持一个沟通的渠道吗 对保持沟通的渠道 或者是他想要顺着北韩 不想要让这个局势有更紧张的局面出现 那您是怎么掌握伺候的南北韩关系呢 我觉得短期内包括南北韩关系 还有包括美朝关系的进展 都应该不会有太大的突破 一来是现在这个国际上的局势 包括我们现在面对的新冠肺炎 让很多的国家特别是美国 美国现在新冠肺炎的疫情非常的严重 确诊者和死亡的人数都非常多 让川普政府现在忙不过来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又现在又多了一个美国的种族问题 之前黑人的民众被警方暴力的对待 所以川普一直在花太多的时间在面对处理国内的问题 以至于他没有办法把心思放在处理这个外交 特别是对于这个韩半岛的议题上面 所以这段时间美国会慢慢的跟北韩疏离 那假如说美国国内的情况没有改善的话 那有没有以这个南北韩问题 尤其是那个朝鲜问题作为一个选举的筹码呢 我觉得到选举的 因为年底就要选总统了 美国要举行总统大选的 我觉得虽然这个时间他搁置 但是川普为了要转移 要再另外一次转移国内的负面的目光 他可能在年底在选前最后的一两个月 重新的启动这个南北韩的问题 再去透过这个问题的操作 来吸引大家对于这个川普自己的注意 那会采取硬的方式或者是软的方式 我觉得都有可能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预测说 川普下一次的那个行动会是怎么样 那刘记者是怎么展望呢 我觉得是从2018年6月的新加坡会晤之后 两年多之前 美国他和韩国采取的行动 没有任何对朝鲜有利的行动 朝鲜他需要解除制裁 那相对金大中当时的措施 大批量的对朝鲜援助化肥 什么粮食援助 文在寅在这方面做的很少 相对来说 现在是联合制裁的期间 就是也想做也不能做 但是我们说的一些民生问题 现在是朝鲜经济是负6%多 尤其在新冠病毒在病疫的情况下 所以是朝鲜急需要解除制裁 尤其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 所以是应该在特朗普选竞选连任总统的这个单格 朝鲜他需要采取某一些措施 否则的话他可能制裁还会延续下去 他们之间是没有新冠病毒的患者或者是确诊者 没有 只是没有报道 我想他们看他们戴口罩这样的情况 我想他们应该也是很多的 只是没有报道而已 看来南北韩关系还是 现在是肩膀弩张的情况 绰重复杂 但是党内的一个变化也值得关注 尤其是金与正的已经三分的变化 但是这个三分的变化 对南北关系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我们要下次还要继续关注的 好 今天的社交店节目到这为止 谢谢收看 下周见 再见 谢谢